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30号 今天的节目我们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一个重磅新闻 也就是川普在昨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明确地说到他要计划签署一项新的行政命令 就是终止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得美国的公民权 第二个话题是谈中共它在全国实行的监控 对公民信息的所有的隐私掌握无孔不入 对公民隐私权的严重侵犯的这个话题 先谈第一个话题 10月30号川普总统在接受美国新媒体公司独家专访之后 他明确说到他计划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终止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得美国的公民权 以后这个孩子的公民权如何取得 只能依据孩子父母是否是美国公民来跟随父母的国籍 来确定这个孩子的国籍了 川普的这项决定引起了美国社会 尤其是华人社会极大的反响 无论是海外华人社区 还是什么 还是很多非法移民的社区呢 都在热烈讨论了这件事 因为川普的这一番话 他对美国的非法移民影响是最大的 那么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美国是根据什么法令 就是新生儿在美国一出生就能获得美国国籍 他是根据美国什么法令做出的 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在1868年通过的什么 通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宪法十四修正案它实际上什么 它是承袭英国的一个普通法 在1868年当时呢 由国会做出决定的 因为在十四修正案之前啊 美国原来的最高法院啊 曾经在1857年有过一个知名的判例 这个判例后来被历史学家和知名学者呢 都都称为是史上最 史上最无耻的判例 那这个判例是指什么呢 这个判例就是说 凡是从非洲被泛映到美国的黑奴后代 即使是出生在美国 也不能成为美国公民 所以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呢 给那些人权政治家和那些法律专家们 普遍的普遍抨击 就是这个是非人性的 所以这个裁决 它被称为美国历史上 最恶劣的裁决之一 那么到了1868年 美国国会 它通过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在这个宪法十四修正案里面 就完全否定了这个判例 它规定了 任何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公民 他就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不管他的父母是 不管他父母是什么国籍 他的父母的公民身份 他父母是否是美国籍还是非法移民 所以这项法令 从1868年执行到今天 已经执行了160年了 那么这160年下来 美国的社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么尤其是最近这几十年来 大量的非法移民入侵美国以后 给美国带来了吗 带来了繁重的社会福利的压力 因为很多人 他本身申请美国 美国国籍是申请不到的 但是呢 他可以通过把孩子出生在美国 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以后 只要在这个孩子成年 也就是21岁之后 这个孩子就可以有权利 申请他的父母来加入美国籍 这也就变成了 因为有血缘链条这个连带关系 也就是这个孩子 如果是个非法移民的后代 他在美国出生以后 他只要长大成人 他就可以把他的父母移进来 而他的父母移进美国 又可以把父母的兄弟姐妹移进来 又可以父母既可以把自己的父母 也就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移进来 还可以把这个孩子的姨娘 叔叔 舅舅 姑妈 只要他家里面有直气亲属的 跟他父母有直气亲属关系 全部移进来 那么这种链条式移民 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是认可的 只是呢 最近这几十年来呢 非法移民在美国的极大泛滥 导致了嘛 导致了美国的贫穷人口急剧的增加 尤其是嘛 在美国大量占用社会福利 占用纳税人资金的这种福利人口 大为增加 所以川普他一再 对美国法律中的这个诟病 他一直想解决 但是始终呢 有很大的阻力 特朗普计划终止 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自动拥有美国公民身份 这显示他领导下的行政当局 力图在11月6日 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 将移民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选举议题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 特朗普与他的保守派盟友 大力警告说美国南部边界几百英里外的中美洲 有大批的移民试图进入美国 特朗普在HBO电视频道计划11月4日播出的节目中 接受网络新闻机构阿克西奥斯采访的时候说 他们说我可以仅仅通过行政命令来改变它 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 一个人来这里生了孩子 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了 拥有各种公民的福利 这是荒唐可笑的 这种事情必须终止 因为过去川普一直认为 必须要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令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的幕僚团队告诉他 总统是可以签行政令的 那么总统可以签行政令 川普他现在计划就准备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终止在美国出生的非法移民的孩子的自然公民权 不光是非法移民 就是终止任何公民在美国出生以后自动获得公民权 如果你的父母是美国公民 你当然就是 如果你的父母不是 你就肯定不是 川普是准备签这个行政命令 这个行政命令在川普签署有没有效呢 肯定有效 只是呢 川普是总统令 那么也就是川普的继任者 另外一位总统 任何一位日后美国的总统 他都可以嘛 推翻这个行政令 所以说行政令可以做出 但是其他总统也可以否决 所以要想把这个命令长治久安 那最终还是要国会通过法令 通过法律条款 来改变美国原来宪法里面的第十四修正案 这样才可以使川普这个命令永远得到执行 那么目前川普这个命令什么时候会做出 能不能迅速的做出 并且得到国会的批准 而且国会甚至愿意 把他直接就修改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这都是在未来几个月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 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就是 从2008年到现在2018年 这十年期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 占有婴儿出生总量的10%的孩子 也就是大约有400到500万个孩子 他是非法移民所生 这些人这500万孩子 他都会什么 他都成为这个未来非法移民的主力 而且一个孩子通过链条式放大 可以带进几十口上百口 这样这样对于川普来讲 他不愿意美国纳税人承担这种过多的福利人口 因为这些人毫无疑问 在未来的20年之后都会什么 都会成为美国纳税人承担的一个福利人口 因为美国的非法移民 现在在美国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说很多专家学者都说 本来宪法十四修正案 他当初是为了给那些被解放过来的 黑奴的公民后代以公民权利 但是现在被非法移民利用了 那么非法移民在这个里面的比例 要占有多少呢 美国的总人口一共有三个亿 非法移民呢 在美国总人口里面占有5%的比例 也就有1500万 这1500万里面的绝大部分 生活在纽约和生活在洛杉矶 生活在加州 川普这个条例 他主要是通过他的这个条例 来打击非法移民 和希望到美国来的 正在赶来的南美洲移民 大家可以看到 南美洲移民现在从韦瑞瑞拉出发 已经途经洪都拉斯 到达了墨西哥现在目前又有四五千个人非法移民 他们喊着叫的要到美国来 那这些人都是吗 因为到美国来可以获得美国的福利 第二个到美国只要生了孩子 这孩子就是当然的美国公民 所以川普对这件事一再是拒绝的 那么川普要求墨西哥控制这块非法移民 其实川普心里面很明白 非法移民在美国最多的人口比例 不是中国人 是墨西哥人 我们加州墨西哥人非常多 华人都把墨西哥人称为叫老墨 因为加州跟墨西哥结养 大量的墨西哥人都是来到加州生活 在加州挣的这个工资 是他在墨西哥挣的工资几十倍 因为在加州一天的工资 就等于墨西哥挣的工资 一个礼拜的工资 所以他们在加州只要工作几天 就等于在墨西哥工作一个月 很多墨西哥人到达加州以后 在加州生活十年左右 因为按照美国的缔解令 如果说你不符合美国的移民条例 你最终通过你所有的打庭啊 请律师啊 申诉啊 最终的所有的法律程序 你都走完一遍以后 你在最迟可以在美国待十一年 十一年以后你回去 那墨西哥人觉得十一年够了 十一年就可以挣到 他们在墨西哥一百年赚到的钱 他挣到这个钱 他回家取媳妇盖房子 过他这下半生什么都够了 所以大量的老墨在加州生活 那么加州里面大量的体力工作 比方说送外卖啊 开出租啊 花园里面扫花除草啊 装修工啊 所有的出体力工作的活 大部分都是老墨在承担 因此来讲什么 这部分人是成为美国非常大的一个 非法移民群体 因为加州总人口 一共只有三千九百万 加州的面积多大呢 加州的面积跟中国的四川省差不多了 大量的非法人口 为什么都能在加州呢 因为加州大家知道 是民主党的票仓 纽约也是民主党的票仓 民主党就是说要保护这些非法移民 保护这些偷渡者 所以大量的偷渡者 大量的非法移民 他们反而都生活在加州 但是川普的这项命令出来了以后 对所有的非法移民打击很大 尤其是吗 尤其是南美洲的移民 他们企图通过到美国生了孩子以后 让孩子规划为美国国籍以后 若干年后 他们再能够到达美国来 成为美国公民的这个梦就破掉了 那对于中国呢 对于中国来讲 打击最大的是贪官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贪官 他在外面包的小三情人 他最终都是把这些人送到美国来的 因为送到美国最安心 而且在美国生的孩子 既是贪官的子女 同时这个孩子未来又直接是美国公民 那么对他有一份公民保障 所以绝大部分的贪官都非常愿意 把自己的情人小三 他们的私生子男都生在美国 但是川普的这条行政令一旦做出 贪官们今后把孩子送到美国 这种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 所以就你再去忽悠小三忽悠情妇 忽悠不到了 他一看就知道美国不行了 现在到美国生孩子 不能娶到美国公民啊 那么以前已经生下来 已经拿到美国护照的这些人 是不是肯定都是美国公民啊 这就要看川普这个命令怎么做了 因为根据法学家给川普的命令 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条款 他包括谈到就是未成年人 所谓未成年人在美国是21岁 就是美国21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以前是他的父母不是美国人 他是在美国靠出生获得公民的这部分人 能不能就自动转为美国国籍呢 那要看川普的行政令 这个行政令对这块怎么规定 如果这块规定就说以前既往不咎 那以前拿到的就拿到了 如果规定的是以前未成年的子女 必须根据父母的公民身份 来确定这个孩子的公民身份的话 那就完了 那么也就是中共贪官全白忙了 前面几十年给孩子生的这个美国国籍 都报废了 当然了贪官们都爱国 他们的孩子回中国 他们也无所谓美国国籍 他们跟组织上交代都说 没有我们都是中国公民 我们都是爱中国 爱祖国 我们不要美帝国主义是野心狼 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是这样讲 但是事情怎么做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命令下来以后 会导致嘛导致贪官的家庭 尤其他在海外的小三情人的这个里面 造成什么 造成他们家里面新的矛盾之身 因为什么 本来小三情妇在美国 最大的安慰什么 孩子是美国公民 我们葬着孩子的这个公民身份 我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将来一定能自动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老公是贪官 你就要拿钱供养我们 现在变成什么 现在变成习近平第一个 要求所有的贪官 要求中共所有的官员 从县处级到中央委员 你们的儿女必须在2018年12月31号回国 必须要回国 如果不回国 就要受到党级政绩处理 这是本身是 中共就要求官员 他们的子女回国 那很多情人小三 他是官员隐瞒组织的 他不存在什么子女回国 不存在什么家属回国的问题 这个虽然贪官们可以隐瞒组织 但是小三和情人们在美国生活是要钱的 这个钱现在过不来啊 中国现在外汇管制大量的钱出不来啊 出不来小三贪官里面过 今后靠什么生活呢 他们过去是靠贪官们大把劲起钱来 现在没钱了没钱怎么办 没钱了没钱了就跟你贪官翻脸了 翻脸的最后怎么办 翻脸最后就是到纪委啊 控告你啊 要不就是威胁他你给我弄钱来啊 所以这个事情的影响 对中国的贪官影响很大 那对于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 能够有能力在美国生子的家庭 这些人有什么影响呢 这些人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什么 首先美国尤其以洛杉矶为首的月子中心 这个里面以后就不会再存在了 因为如果说到美国生了孩子 孩子不能自动变成美国籍以后 这就变成了什么 大量的人不会选择再到美国来生孩子 所以本来围绕着美国产子月子中心的这个产业链 巨大的一个链条 这个链条就自动断掉了 那么这个链条断掉以后会带来的什么 带来的什么 是第一个美国是美国医院里面 富产哥的这个门诊量大为下降 美国的这些医生们的收入会下降 以及什么 因为富美生子炒高的这个生育的价格大大下跌 这就是我讲的是一个产业链 就是说围绕着富美生子的整个产业链 它就断掉了 这个利益链上的所有环节 包括那些 包括那些月子中心越少 包括医院 包括这个帮助办证照的这些证照中心 这些所有人的生意就没了 这是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 洛杉矶的房价会大大下降 因为原来有大量的月子中心存在 所以很多华人希望到美国买一套房子 把这个房子租给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每个月给很高的房租回报 那么靠这个房租 很多贪官海外的二奶情人 他们靠这部分收入都活得很滋润 但是因为月子中心没有了 大家都不来住房了 而大把原来已经投资过趁的这些房产 全浮出水面了 这些房子就住不掉了 住不掉就有人要卖 尤其小三尤其小三和情人 他手上如果握着几道房他没有收入来源的话 他一定得卖 问题是这个价格就卖不掉了 美国的房产和中国房产绝对不一样 中国的房子可以暴涨 一天涨十倍都可以 美国的房子没有这种涨幅的 他的涨幅是非常微小的 也就是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涨到百分之十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房子暴涨不可能 但暴跌可不可能 暴跌也不大可能 除非什么 除非金融风暴来 但是当大量的房产都丧失 这个房子就变成什么 有价无市 卖不掉 所以贪官小三和情人们 他们面临着 面临着他们的房产贬值 房产抛不掉 而国内的钱来不了 甚至有些贪官 到他已经没有办法 顾着这些小三二年时候 只能讲你自生自灭 管不了你们了 孩子什么生下来没有国籍 这个不是我决定的 这是美国总统决定的 所以说最后只能听天由命 这是我讲的第二项 就是洛杉矶的房价 会大幅下降 尤其是洛杉矶 因为洛杉矶是整个 海外美国生子 产子这个月子中心的 最大的一个区域 一个群体一个区域 第三个影响就是什么 在华人在美国的绿卡 持有绿卡的人数会减少 因为孩子不能够 自动成为美国国籍 不存在就是二十多年以后 父母在追随孩子 自动在追随孩子 去申请美国国籍的 这条路以后 就变成现在的华人 尤其是贪官 他们在海外 持有绿卡的人是非常多的 包括中国的演艺界明星 包括很多中国的成功人物 成功人士 中国很多的商务人士 他们在美国都持有 大量的绿卡 那么过去持有绿卡 没问题来回中国美国 两边跑就行了 反正那边小三情人在美国 在那边到那边去看 他们的情人 看他们的私生子 给他们带点钱去 现在第一个是外汇不好出去 第二个变成了 孩子没有自动 不能自动变成美国国籍以后 也就是说 对美国未来的二十多年以后 依靠那条路独死以后 那么持有绿卡的人会怎么样想呢 一种什么 要么就入籍 就说绿卡 绿卡不保险 大家就要么就入籍 把小三二奶 情人 自己的孩子 私生子 全部转为美国国籍 最安心 那么入籍 入籍是有严格规定的 第一个是持有绿卡 要满一定的年限以上 各个州都有各个州的具体的考核方法 需要就是通过这个入籍考试 通过英语考试 然后最终获得美国移民局的审查以后 你获得入籍的资格 同样对于中国很多贪官来讲 他不太愿意入美国籍 他因为他因为在国内 还要靠着他中国籍升官发财 在社会上做生意 然后到共产党的那边去装作爱国 去装他的脸面 他一旦入了美国籍 隐瞒了组织上被查出来 他会承担很大的责任 所以说很多人不愿意入籍 那不愿意入籍怎么办 不愿意入籍只能拿旅游签证 因为拿绿卡 它必须规定你每年在美国 有一定的居住时间 如果你少于这个居住时间 美国移民局仍然会吊销你的绿卡 所以说拿绿卡反而变成不方便 要么入籍 要么持旅游签证 因为旅游签证大家都知道 美国和中国的旅游签证 现在什么 现在有十年往返 因此来讲 有的人就认为 我只要持一张旅游签证 我反正到美国 我不会住半年以上 我就住了就走 尤其中美现在贸易的形势恶化 到美国做生意也没那么好做 而且大量的外汇带不出去 加上每次去 小三二年就缠着你要钱 感觉到到美国真的没什么意思 所以川普的这项政策 它会带来一个连锁的反应 带来的最终的反应是什么 很多贪官没办法 或者说很多中共高官 他们不是小三 而确实是自己的亲生儿女 最后没办法 没办法回国啊 响应习总号召啊 12月31号回来 向组织上交代 跟党中央保持一致 跟美帝国主义开战 防止我们的儿女 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人质 那只好这样了 那就欢迎 欢迎他们子女们回国 跟党中央保持一致 跟美国开战吧 好 我们讲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共 它在全国实行全方位的监控 这个监控已经到哪里 到了就是英国有一个杂志 叫经济学人 他在最近在他的网站上面 发布了一个微电影 这个微电影专门说什么 叫做中国面对过度监控 这个电影的名字 然后这个微电影呢 在全球的各个社交媒体上面 什么Facebook啊 推特啊 谷歌啊 YouTube啊 这些各大新闻网站 浏览网站上面去放了以后 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这个视频里面主要讲什么 就中共如何以降低犯罪力为借口 然后通过不同的监控手段 去对每一个公民进行监控 然后中共要建立 所谓中共特色的个人信用记录 它这个个人信用记录的系统 它是采取嘛 在全国各地安装嘛 安装摄像头 中国目前在全国各地 安装了1.76亿个摄像头 而且准备在2020年的时候 增加到嘛 增加到6.5亿 不完全的统计 在中国大概有超过 一亿部的这个摄像头 在全球居于首位 基本上在每个城市当中 80%到90的数据 全都是视频数据 这个数据量级基本上可以达到 几十个PD这样一个规模 像杭州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摄像头数目可能会达到60到70万部 所以你可以想象 每天你只要出门 就会暴露在这许许多多的摄像头的监控之下 同时我们结合人脸识别 语意分析或者是GPS定位这样的技术 在关联上一些已经被电子化的数据 比如说你的门禁卡 身份证 银行卡 交通卡 这些的刷卡记录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非常精准的刻画出一个人的行为轨迹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大街小巷 中国任何一个街道 中国任何一个只要有人 只要有人出入的地方 都会严密的管控 严密的监控 所有民众的一举一动 全部什么 全部在中共的监控之下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对民众进行这么严格的管控制度 和采取这么严密的监控手段呢 是因为这个政权很虚弱 这个政权每天都认为老百姓在造他的反 每天都认为这个社会上有相当的人 企图在煽动颠覆他们的政权 所以他们不断地通过国际网络 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微信啊QQ支付宝 把这些运用工具 它运用到你民众里面 让与民众们普及 因为中共是通过手机监控 通过在你的身份证安装精源 包括采取你的DNA数据 这一类的形式 什么对民众做到百分之百的监控 它强调就是一打击犯罪率 第二个是说给老百姓造成了更大的生活方便 因为你现在出去带着一部手机 你看你看电影吃饭打车交朋友 你做任何购物都可以用你一部手机 就可以全部搞定 但是你在生活方便的同时 是什么是中共通过这部手机 已经对你做了全方位的监控 你几点几分在哪里 你在哪里打车 你在哪里吃饭 你跟哪一个人说过话 你说了什么话 你在哪个地方付钱 你付了多少钱 你的卡上有多少钱 中共对每一个老百姓 可以讲做到完全的 你无任何隐私 你无任何隐私的监控 而这种监控是什么这种监控就中共怕采集你所有的他认为你的犯罪证据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已经犯罪了2013年时候中共以什么以强调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稳定为民强行的推行手机失明制这个手机失明制实际上是什么它是隐藏着不择手段的利益驱动和在手机失明制之后对中国人的人人的监控中共它开发了很多这个电子产品啊它都是什么都是 是控制舆论的所以科技的进步给共产党掌握的它不是给人们带来科技上的方便通过科技的提高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丰富而是什么通过科技手段怎么样去监控你们怎么样去拦截你们怎么样对民众进行打击所以中共它这个电子围栏系统它的功能包括什么包括在特定范围内可以进行无限屏蔽实现什么通信管制针对他们认为的特殊人情进行电子布空了解他们想要了解布空的特殊人员 对这些人的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掌控以后然后对在很多关键的地区设卡然后呢同时强制各种被它监控的人员你没有行动自由比方有的人到了火车当莫名其妙你的这个身份证就不能够刷卡不能买高铁车票了就不能买飞机票了或者是你或者说你想出行想想想打地那个驾驶员的系统里面你这个手机你这个身份证你这个什么支付宝不可以刷卡到了那时候嘛就是你完全被他们自动监控 你要讲说是因为不能刷卡我我可以付现金问题是不卖高铁车票不卖飞机票我是你很几千里远的地方你不可能走过去吧所以说这就是嘛中共它通过电子系统通过电子监控系统 它已经通过网络监控和通过实时探头监控掌握了嘛掌握了所有老百姓里面的个人信息那么那么中共在焕发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它采集的技术嘛就是把这个IC卡跟你的身份证所有捆绑 它的晶片是藏在你的内部的也就是你的身份戴在身上你并不知道但是在很多关键的机器和设备它都扫描了出来也就是说你只要这个二代身份装在身上你在一到十米或者更远的范围内 持着人的身份都能够被什么被那些机器和设备提取它可以很明确的了解现在过去这个人是什么人他们打到追逃的名义实际上是吧对那些他们要布控的危险人员上访人员和那些思想严重需要 重点监控人员对这些人就布控了然后什么加强他们的集权统治所以中共它采取的一系列打着社会治安为名打着维稳为名打着为老百姓服务为名的都是嘛都是对这个老百姓更多的个人隐私的侵犯和对老百姓的更加严密的监控 你既然是为老百姓为名你看任何一个孩子丢了你通过他们的监控能找回来吗很多女青年被强奸以后需要找现场他们告诉你探头坏了很多官员犯罪以后当你需要调取这些犯罪事实的时候 他是告诉你没有了监控没有了上次那个昆山的龙哥案如果不是如果不是当时那个管控管控监控的警察把龙哥造势的那个案子的片段即使地发到了网上 那那个和龙哥打斗的那个那个姓鱼的驾驶员他怎么可能是健于勇为呢一定一定是他判他过失杀人啊 所以说在中共的监控他讲的再好听但最终落到实处什么只是维稳的需要只是只是专政控制的需要从来没有什么为你老百姓服务的需要 过去最恶心的是中共什么采集DNA样本在中共他现在变成什么打到献血啊打到茶体啊打到为你健康啊打到什么帮你做保险啊打到各种名义什么采集你的DNA 尤其第三代身份的直接要求人人要采集血样人人要采集DNA 就是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不管你什么身份上纸高级官员中央委员富豪马云王健林这一类下纸下纸普通的个体户普通的学生平民人人要采集DNA 采集DNA数据目的是什么采集DNA的数据他就是取得你的生物指标然后他讲的很好听是为什么当一旦你发生了什么发生什么灾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抢救你可以给你输血甚至给你移植器官 其实其实大部分的人你的器官只要配了给权贵配了对你就有一天突然躲猫猫死了突然有一天到看守住死了突然有一天莫名其妙的抑郁死了而你的器官给全国们用掉了 所以说中共的这些采集DNA这些借口之后都是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有一个省纪公安部门他提出一个设想就是讲所有一个公民所采集的各种数据把这些数据全部关联起来以后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想采集的 那些器官啊血型啊恶俗血型陪队啊这些数据完全放在他们的数据库里面以备嘛以备官员们以备权贵们随时享用你看中国很多知名明星知名隐星或者中国知名的一些关键人物他们在需要某一个器官供体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能找到你觉得他怎么找到的呢哪有那么多器官供体随时等着你呢说是有人捐献有那么多捐献吗 实际上是你的信息被他掌握他觉得需要用了你呢就突然要被消失了这是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他做这一切背后里面耸人听闻的这个目的 所以中国的14亿公民他们的一举一动实际上都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一旦有人发有关所谓敏感话题的相关的言论 无论你在微信上发你在QQ上发或者在网站上发只要你有反对共产党的话或者对共产党一些讽刺的一些质疑的话 中共马上呢就可以通知他的这个专政机关派出所啊国保啊喊你要么去喝茶了要么拘留了要么直接投到监狱了行刑折磨了甚至是活摘器官 这就是说中共他只要是认定你这个人需要打击的他会不择手段的 所以你看中国你所用的各种这个各种通讯工具尤其是微信QQ和支付宝 中共是不断的鼓励老百姓都用的让老百姓你们什么都别干你们就用这个用这个又很方便 因为方便了大家都用这个了所以大家呢现在现金提取也不多了 大部分都是这个所有的货币存款都是电子账户 我告诉你啊共产党突然有一天他把你的钱清真了以后 他突然告诉你所有的系统失灵了所有的账户消失了 你根本就没有凭证知道你现在的银行还有多少钱 你说你现在银行多少钱你都是在你的卡上 你的卡上你都要通过电脑手机去查询 过去我们成前还有个成责还有个承担 承担让他打印了几个字 那个上还写上你的姓名你的身份的号码上面有多少你的金额 你将来出了问题你拿着这张承担你找银行去兑现 如果你现在连承担的没有都是电子账 有一天他告诉你系统坏了所有的账户消失了 你的钱我们不知道了你能说你有多少钱吗 你能记得再清楚你有多少钱 你这时候也拿不出凭证 第二个大部分人是记不住的 大家只知道大致有多少款 尤其对你这些富豪们 他们根本就记不住自己究竟有多少亿呢 还是有多少万呢 所以到了有一天突然告诉你电子系统失灵了 你的钱没了 没了不就没了吗 中共他让你们所有人用电子方式 用微信支付 用支付宝的这些方式 用APP的方式突然有一天他的APP失灵 他的电子支付系统失灵 突然他没所有的信用记录 他说完了 他说没有了 那你就没有了吗 所以说中共鼓励你们用这些 都是有他自己深远的目的的 而且你用这些电子支付的工具 对你来讲因为十分的方便 你那肯定乐此不疲 尤其是身上不要带钱包 带个手机就行了 干什么我都可以现在用一个手机刷卡 支付宝就可以付 微信支付就可以付 很方便确实很方便 但是你所做的任何事 都被中共监控住了 那么你觉得我没做什么坏事 我不怕监控 我告诉你讲 中共打击你时候 绝不是你认为你没做过坏事 你去问问所有被中共打击的人 有哪一个人他讲说 我是做了坏事被中共打击的 可以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警察为什么要找我 或者警察今天为这个事找我有没有道理 可以讲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中共要找你 中共一旦需要打击你的时候 那中共就是把你完全清洗 除了把你送进看守所送进监狱 还要把你的家里面的所有的家长给你倒空 倒光 因为中共这个是一个邪恶的政党 它从来就没有跟你道理可讲 它只有征服 根据网络上的分析 所有中共目前在各大论坛 各大网站他们的监测 它这个监测可以达到什么 新闻论坛博客 微博图片 视频 QQ群 微信群 你搜索的所有文档 你用外文 用英法 西班牙等世界主要舆论 你所做的各种资讯 只要在你的手机上浏览过 只要在你的即时通信软件上出现过 中共都可以加以监控 所以中共监控这个目的是什么 除了监控它要掌握你 还有一个什么 它要达到另外一个 就挑动群众 斗群众 它会把它掌控的信息 适当地放给一些 它的所谓积极分子 让它这些积极分子 拿到这些信息以后 然后来挑动你们 所以我们看到 你有什么朝阳大妈了 海淀网友了 什么风柴劝导队了 这些什么 这些中共布置在群众中 那些红卫兵大妈们 通过他们去挑动各种是非以后 他们起到他们维稳上的一个作用 那么可以在所有的 这些访民群体里面 通过他们的这些 和大妈们的维稳群体 然后跟访民们发生冲突以后 它造成他们可以各打五十半 他们各打五十半 访民打是真 维稳大妈们打是假 但是维稳的那帮人 可是挑事的人啊 是激怒你的人啊 一旦激怒你们打起来 好了一起进看守所 进了看守所们 他们这些维稳积极分子 领赏了 从贺门放了 而你对不起 就在看守所里面去做的吧 他不跟你谈 你上访的目的是不是政权 你这次到北京来访问的目的是否 是否合理 他谈的是你跟那些维稳人员打斗了 吵架了 中共它因为掌握了你的信息 它就知道你什么人 它为了定点打击你 它就喊这些朝阳大妈们出动了 你要知道 在中国五毛的数量是巨大的 很多人为了这个政权 他们不惜出卖良知 毫无廉耻去做的什么 做的为共产党做一个上架犬 做个看门口的事 所以在中国五毛的这种可耻 那是因为什么 是这个文化所资深的 我前几天讲的节目里面就说 如果美国对中共的红色入侵看不清 任由中国大量的人员在美国移民 最后导致嘛 导致美国的人口汉人会超过美国人 我说的这个汉话 有人跟我持很大的反对意见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是认定汉人文化很优秀 所以汉人文化到哪里都征服别人 我说你恰恰搞错了 不是汉人文化的优秀 我讲的节目里面主要的意思 为什么蒙元他征服了汉人以后 他最后用的不是蒙元文化 用的是汉文化 为什么满清他征服了汉人以后 他建立了大清朝以后 他用的不是满清文化 用的是你汉人文化 是不是人家没文化 只有你汉人文化呢 不是的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化 像汉人文化是专制文化 汉人文化的精髓就是专制 也就是所有的统治者最喜欢汉人文化 通过汉人文化这个专制者 他可以把专制权力扩到最大 而汉文化教育下的老百姓呢 就是顺民 因为在汉文化培养下的老百姓 他就甘愿当顺民 甘愿当五毛 所以中国你看到今天 中国的群体90%以上是无脑 90%以上的人是甘愿做顺民的人 你就知道这是文化导致的 不是这个文化优秀 恰恰是这个文化的专制性 和这个文化专制文化的 它的腐制性巨大 而任何一个统治者 拿到这个文化 怎么能不用呢 因为用这个文化 就可以实行专制 实行专制 对哪个统治者不高兴啊 川普今天如果给他专制 奥巴马今天给他专制 他也愿意啊 那是因为美国的制度 不允许他 如果美国的制度 可以任用 美国的统治者 可以拿到一个专制文化 就可以奴役人民的话 我告诉你啊 人都是自私的 人都是有专制欲的 人都想动同志的 人都想对别人可以生产掠夺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专制者 如果你有专制的权利 所以这是指汉人的文化 它实际上是专制文化的延伸 而这个文化 它对别的文化的倾吞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今天是北美也好 还是欧洲也好 如果不遏制中共的 这种专制文化往外的输出 最后这种文化它就会泛滥 泛滥到什么 最终世界文明的格局 就会中国的红色文化所冲破 所以中共几十年来 可以讲它的恶行无数 大妖精也好 反右也好 文革也好 六四也好 尤其它改革开放 破坏了传统文化 破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现在中华大帝 可以讲满目尝疑 中共因为盗性恶果 它什么 它自己内心里面十分恐惧 因为它恐惧 它现在不断的什么 运用各种高科技的手段 去监控网络 监控社会 监控每一个老百姓 它生怕老百姓 站出来造共产党的反 所以共产党 它自己内心里面虚弱 才会什么 才会对中国 对全民进行监控 而老百姓 在这个监控下生活 就变成什么 你并不知道 统治者对你 已经掌握了多少信息 而是统治者 把你的信息掌控 收集了以后 它随时可以出来 要你的命 在这方面来讲 腾讯也好 马云也好 无论是阿里巴巴 还是腾讯 马化腾 他们都给中共 做了极大的 助纣为虐的事 所以中国社会的变迁 中国人民 世代受压迫 不光是统治者 还有一批 帮助统治者 为虎作伤的 这些所谓高科技人才 所谓知识分子 中国今天 帮助中共作恶的 无论是腾讯 百度 阿里巴巴 马化腾 马云 李延宏 他们将来都会 被人民送上审判台的 因为中共的恶症的延续 是这些人 帮助中共起了 极度的 极大的独化作用 今天的节目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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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